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那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阶段二迷宫的部分 那今天我们继续来看阶段 艺术家这一个部分 那这个一共有四个小关卡 我们再进去看一下 第一个 那这边有一个影片也是一样 小朋友自己看一下 好那第一个题目 这一个我是一个艺术家 那透过撰写程式来画出我想要画的任何一个东西 好那我们还是一样继续 好那这个题目是 这个小黑人他要画一条线 然后转90度再下来 那我们这边所用的程式的一个积木有这两个 一个是向前移动多少个像素 那这个后面这个数字是可以改变的 那向前移动 有时候也可以用向后移动 那同样第二个是向右转 这边也是一样可以向左转 好那这个数字几度也是可以改变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从这边很简单 那就是这边一共要有三个 三个那个积木的一个限制 好那向前走一百个像素 也就是到这边向前走一百个像素 好那我们再把图画一下 好从这边走到这边 刚好是一百个像素 好那到了这边之后 好他原本是往前走到这边 他要往右转 好他要往右转 好所以这边会用到右转 好那右转几度 好那原本他是向前的 好那他现在要从这边转这边 好那刚好是转了 这一个角度 好那这个角度就是直角 刚好是90度 好所以等下这个角度 我们也会用到 好然后就可以开始 好向前然后向右转了90度 好左右大家要分清楚 那几度好90度 好然后再向前走 一百个像素 好那这样整个 好那这边有乌龟还有兔子 好那顾名思义 你如果用乌龟的时候 你直行程式 他就会跑得比较慢 好那你如果用兔子 他就会跑得比较快 好那我们继续 好这样这一关很快 这样就过了 好那我们就继续 来第二关看一下 第二关要画一个正方形 要画一个正方形 而且可以有 又有新的积木 好就是设定颜色 我们看一下 好那小朋友你可以 他这边已经指定了 你可以自己去设定颜色 看你要什么样的一个颜色 好那颜色就可以从角度 我要紫色 好那等一下 颜色他画的时候 就变我们所要的颜色 那这边也是一样 要画一个正方形 那刚刚 我们那个图形 就是 好从这边走过来 走到这边一百个像素 好那记得我们刚刚讲过 到这边 我要下来的时候 记得要转九十度 好转九十度 好然后再继续走第二个 好那同样到这边也是一样 他也是继续向下走 然后他这个时候 我们要往左边这边 好所以这个也是九十度 好所以如果我们用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来走的话就是 好先向前移动一百到这里 然后记得向右转九十度 好然后再记得 好再接下来 再走这一段 走到这里 那记得还要再往右转九十度 好那接下来 诶 一样继续的动作 我们就执行了四次 好那这样 刚刚A符合 好那这个部分 如果小朋友之前 我们有写在迷宫的部分 有讲到重复执行 好那你们也知道 应该怎么做 那等一下可能第三关 可能就会用 叫我们做重复执行 好那这个部分 先看一下他执行 那我们让他跑快一点 这次改用兔子这边 一下子就画完了 好 好影片的部分 还是一样自己看 重复执行 重复的一个部分 好那这边 这是刚刚老师所讲的 诶 这个应该你们已经知道 怎么用 重复四次 因为我们刚刚做的就是 都是往前移动100步 然后转90度 那这个动作做了四次 因为他是一个四边形 做了四次 所以我们就很快的 这样 就可以了 这个就跟刚刚前一个题目 是一模一样 那因为他只有限制三个 所以我们 用重复执行 好那这样就可以完成了 好那接下来继续 第四关我们来看一下 好那第四关他可能要 又有多了一个随机 颜色的部分 好那 诶 要做三角形 好三角形 来我们来继续看一下怎么画 诶 怎么没有跑 好 好 这边刚刚的这一关再回来看一下 好 第四关按确定 好 好 刚刚是有有跑了 好就这样 好随机 随机就是 就是 我们刚刚 原本有固定一个颜色 好那这边随机就是 他每次就是 好每一段就是 跑不同的一个颜色 跑不同的颜色 好那这边 他重复了三次 好因为这个是一个 三角形 他已经帮我们先做 这样的一个限定 那究竟要 好这个也是一样 跟刚刚一样 他这个地方也是100 好这个这个 这个长度也是100个像素 但是 这一次要 转多少角度呢 好原本是往这个方向跑 那现在到了这个地方 他要 转到 往这个地方 好往这个地方 那这边要走几度 因为他这是一个 正三角形 那小朋友知道 正三角形 这个内角这边是 60度 所以这个外角是几度呢 好这边他就是要转 120度 所以这个地方要知道 好画三角形的时候 刚画 那个 正方形 他是转90度 那现在画三角形 他这个地方 他要转120度 要转120度 好所以我们看一下 很快的 第一个 一样刚刚向前移动100 好那刚老师讲过了 这个地方就要向 右转 120度 120度 那 等一下老师有时间 这边再教你们一个公式 就是转的角度的这个公式 好那这样 执行三次 好那这样就OK了 你看五个 好看一下 颜色 每次颜色不一样 因为我们用了随机的一个颜色 好所以这边 紫色这边绿色这边 颜色是不一样的 好那 接下来继续 我们继续看一下 下一关 好下一关 应该你们知道了 我们现在要画一个三角形 还有一个正方形 好一个三角形 还有一个正方形 只是把刚刚我们做的 把它重复 好我们刚刚做的 第三个跟第四个 第三个是画一个正方形 第四个是画一个三角形 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 好那他所画出来的就是这个图形 好所以小朋友可以试看看一下 我们这个 这个老师就不做 由你们来自己做看看 好那第六关 好 我们要先画一个三角形 你看小朋友的脸 注意看一下他的脸 他的脸先往右 要画一个三角形 好画一个三角形 然后还要画一个正方形 那如果我们刚刚用的这一个部分 重悟三次 向右转 120度的时候 他 这边到最后 这个地方 转一 做二 做三 跑完之后 这个小朋友脸还是往 是一个方向 这个小朋友脸还是往右边 所以到这个地方 我们要继续画这个正方形的时候 小朋友你们想一想 有几种做法 好那接下来 到这个结束之后 就刚刚老师讲 他的脸还是朝右 那接下来 他要画这个正方形 你可以让他脸朝右 我们如果先画这一条的话 你可以让他先左转 刚刚都是右转 现在这边过来就变成左转 左转 那几度 当然是左转90度 那这个时候 小朋友的脸就是向上 那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 画一个正方形 但是你向上 这边不是像刚刚 这边接下来 是要让他向左转 90度 是要让他向左转 按错了 向左转 这样就可以画 一二三角形 画好之后 转个90度 回来之后 再往上面这边画 那你当然这边 你说老师 我不要转90度 我要转180度 可不可以 好,我们来看一下 若转180度 那变成现在脸就是 朝另外这边的方向 另外这边的方向 那你这个时候 你的 这一个 这一个 就要变向右转了 这边 这边就要变向右转了 所以 也可以 我要向 这边要向右转 180度 也可不可以 其实向左转180度 跟向右转180度 其实是一样 都是往这边 好 那 这个部分 三角形画缓之后 这个正方形 其实有很多种画法 好 那其实 这一个 画这个三角形 你也可以说 我不要 我要先让他转个60度 再来从这边画 也可以 所以方法有很多种 方法有很多种 老师 只是大概做一个方法 给你们看 你看 老师刚刚就往这边 那第一次老师 是往上面先 这个都可以 你们自己测试看看 好 那接下来第七个 好 这边也是一样 你们来看一下 我要画一个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眼镜 这样的一个眼镜 而且他说要绿色 要绿色 而且中间这个 我们这个长度 是100个像素 这边只要90个像 50个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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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第一个 他要画出一个绿色 我们最好 先把颜色 先把它抓出来 好 还有 你要注意看 现在这个小朋友 他的方向 是向上方 我现在没有看到他的脸 代表他现在是向上 他现在画出来 他是向上 所以这个时候 你可能第一步 如果你看你要怎么画 这个画法 我想要先画 这个三角 这个正方形 这个正方形 画完之后 我想要再画这条线 或是我想要再接下来 是这样画 这样画 或是我想要 画这边 然后再继续画这边 都可以 或是我一刚开始 我就先让他先 我一刚开始 我先让他转这边 然后再画这边 也都可以 也都可以 所以这个部分 小朋友 你们去尝试看看 有非常多种的一个做法 有非常多种的做法 那 老师的做法 只是其中的一种 老师的做法 只是其中一种 那老师会怎么做 我会先让他 右转90度好了 右转90度 然后 刚刚我们讲 我先画这一个正方形 那这个正方形 进来之后 重复四次 一样 先移动 100 然后这边右转 先右转 记得 这个正方形 跑完之后 它还是面向右方 那这个时候 你要记得 刚刚老师讲过 在前面那一题 有讲过 你要先让他 你要继续向右转180度 或是向左转180度 都可以 那这个时候 就面向另外一边过来 另外一边 那我们先 另外一边之后 我们先画一下 这个长度 先把这个长度 这个长度 我们刚刚讲过 我要怎么改这个数字 就是点一下之后 直接在键盘上面 打上50 按Enter就可以了 那这个时候 它已经到这边了 那面还是向那边 那如果说 你不想在这边 改变角度的话 我们就一样 继续让它 向前走 100 但是这个时候 是走到这边 记得 走到这边之后 我要向左转 我要向左转90度 好 看一下 他给我们12个 老师现在只用了11个而已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 执行一下 好叮咚 好 代表老师这样是OK 那刚刚老师讲过 其实不是只有这种做法 还有很多种 那小朋友 你们可以 用不同的做法 来做看看 好 那我们再继续 好 那接下来 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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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画 类似一个星 一个 光芒的一个图案 好 那我们看一下 他也是一刚开始 他设定好了 这是随机 好 那他向前 100步 一刚开始 他脸向右 向前100步 然后又向后 100个像素 然后这边 向右转 45度 也就是说 他刚刚的动作 这一条画完了 然后已经转到 面向45度 这一条 好 那其实 这边我们所要做一个动作 只要做 重复几次 那因为我们看一下 这有几道光芒 12345678 有8道光芒 所以我们就让这个动作 只要重复 重复做个8次 好 也是一样 这边数字改一下 好 那我们就可以很快 好 就这样 我们让他跑快一点 好 就OK 好 那继续 这第八关已经完成了 好 那第九关 第九关 要画 要做一个 做一个 问号 要这个问号 要多少 这个问号要多少 那其实这是画一个眼 画一个眼 好 那在这边眼要怎么画呢 像我们刚刚画三角形 画正方形 画正五边形 画到那个正六边 正七边 一直画到边数越来越多 之后 其实它会 渐渐就是变成一个眼形 好 渐渐变成一个眼形 那刚刚老师有讲到说 我想要跟你们讲一个公式 好 其实 这个可能是到国中的数学才会讲 那老师这边很简单的说明一下 如果我要画一个三角形 我刚刚讲的一个三角形 好 那刚刚老师讲这个是里面的角 里面的角叫内角 那如果我 刚刚从这边走过来 要转 这一个 这边的这个角就叫外角 好 这个角就外角 那这个外角 这个这个角就是外角 那这个角有一个公式 好 就是 360 除以 N 好 N就是所谓的边数 所以我们刚刚 如果三个边 360除以3 就等120 所以我们刚刚 那个最早的时候 要转120度 那个是它的外角 四边形 好 四边形 360除以N 就等于 90度 所以我们刚刚 为什么要转90度 可以用这样的公式 所以 当我这边 到了 边非常多的时候 我只要 转一度 我要转一度 好 那小朋友 想一想 这个其实老师用公式 其实不好 应该是让你们自己去推 只是说我这边用 很快的一个方式 来 那老师刚刚这个公式给你们了 你们想一想 这边我要旋转几次 我想这个我不要讲 因为这个套公式 其实是比较不好的方法 好 你们可以去自己去 踹看看 好 那这个部分 刚刚其实答案已经出来了 你们应该已经知道多少 但是我不讲 好 那由你们自己继续来做 好 那这个部分 接下来我们就看最后 好 最后你也是一个创意题 你可以自己画出你想要画的一个东西 好 那这个部分 就是你可以画火柴人 画雪花 画什么螺旋图形 好 那其实 当你们 知道怎么应用这些 哎 向前多少步啊 还有移动的角度 这一些你会使用 还有宠物这一些你会使用 包括你可以用随机颜色 设定颜色 这一些你都会 还有我刚刚忘了讲到 这边还有一个设定宽度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随便做一个设定宽度 哦 这个宽度向前画一个好了 那我们刚刚在90度 好 那我这边如果 再把宽度 变成 变大一点好了 变成5 那其实等一下 我们再让它画一条 好了 这样 这样应该看 我们再让它第三条线 让它变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宽度 顾名思义就是 你设定你画的那条线的一个 一个粗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大概 比较比较一下 好 第一条线 哎 第二条线 第三条线就变成 所以这个是 老师这边随意 刚好有这样的一个 好 你们可以做的 之后可以再试一次 好 这个就是刚刚只是为了介绍 这个宽度的这一个积木 好 那 我们第二个 就是 那个 那个 画图艺术家的 这个关卡 都已经介绍过了 好 那小朋友 你们可以把 老师所讲过的东西 自己去尝试 好 那所画出来的方法 不是唯一 好 不是唯一 好 那这一节课 我们就先介绍到这边 好 感谢观看